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此视频只限于那些已经准备的差不多的 但是又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 能让平平无奇的自己 能从这个黑白世界里跳脱出来 成为一个彩色的生动的立体的人 第一点建立人设 这就跟你写小说 做电影编剧一样 你需要建立一个丰富而饱满的人 但是呢通常的面试只有30分钟 或者是短短的一小时 这就很难让你把你的人格魅力 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些人格设定 通常的公司呢都喜欢具备着 三种性格特质的面试者 第一 Professional 第二 Fun 第三 Easy Going 我在过去的面试过程当中 好几次就听面试官这样说过 如果我要跟这个人共试的话 并且每天至少要共试8小时 那么我宁愿这个人是个有趣的人 所以不过你的知识储备很重要 你作为一个人 一个有趣的灵魂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准备面试的时候 我建议你把这三个小的性格特质 或者是你认为其他重要的性格特质 不要超过五个关键词写在一张白纸上 贴在墙上 每天在准备面试的时候 可以多去结合这几个关键词 来融入到你的叙事当中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 只要前加练习 在这30分钟或者是一小时之内 做到经验 面试官还是很有可能的 第二点 Be personal 很多专业知识背景非常强的面试者 其实大多千篇一律 很难从专业知识当中 把你从茫茫人海当中区别出来 多年来我总结的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稍微说一点你自己的故事 请说出你的故事 开始你的表演 像我在面试的时候呢 我经常会说 我来美国已经六七年了 我之前是在中国出生 中国长大 刚来美国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 而我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其实很多面试官会非常惊讶 因为他们很难想象你 孤身一人来到了一国他乡 并且生活了这么多年 而且有的面试官 他可能并不是本地人 自己非常能感同身受 你说的话 这样呢 在一天当中 即使他已经面试了 无数个面试者 但是在最后 他仍然会记得给他 印象最深刻 以及最深有体会的一个人 第三 读job description 也就是工作内容简介 至少五遍 这样关键词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然后你把关键词融入到自己的经历当中 在面试的时候 就会让面试官有一种 不停的checkbox的感觉 每一条都直接要害 第四 有来有回 以功为首 千万不要以为 问问题 只是在面试最后的环节 其实很多时候 在面试的一开始 面试官会先给你一个公司的简介 以及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 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仔细停 慢慢的把心里的疑惑 积攒成几个问题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抛出来 这样一个枯燥乏味的面试环节 就变成了一个有来有回的对话式 而面试官经常会觉得这样的面试者是非常stand out 在他们眼里 你是一个注重倾听 敢于提问 以及对这个工作非常有兴趣的人 第五 show your interest 很多人去面试 就会默认为这个面试官觉得你是有兴趣的 然而很多只是探探水深 涂个新鲜 完全不准备的面试者 直接去面试的人 大有人在 所以在面试环节的最后一部分 一定要重申自己的兴趣 一定要非常深情而真实的对这个公司说 我对贵公司非常有兴趣 我非常想得到这份工作 一场好的面试 不仅是准备充分 对你的简历了解的inside out 更是你一想到这场面试 便会心跳加速 热情澎湃 恨不得现在就输出你的知识储备和人格魅力 那个时候 你连offer就只差临门一脚的距离了 你连到这场面试图 你连到这场面试图 你连到这场面试图